让太太跟我这次能够来在这里 跟大家有一个礼拜多的时间 对加州的教会 第一个印象聚会很多 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聚会 这礼拜参加不少的聚会 这是在东部教会很少的 从属灵来看这是恩典 因为我们聚会的时候都是看圣经神的话 在东部有的人一个礼拜能够参加一次聚会 很感谢神 上两个月一月二月有的雪下太大 那个停车场来不及推雪 教会就e-mail通知大家安息日不聚会了 大家上网吧 那有的教会没有网啊 那就上别的教会了 看哪一个教会有网路 所以我感到你们很有恩典 为你们感谢神 这是怪不得很多人都喜欢到加州来 这次来啊看到这段时间刚好在查创世记 创世记啊 这本书啊好像看起来是在写历史啊 但是对我们信徒来讲有很大的造就 创世记不像保罗写的书信 很多教义啊理论啊很难懂 创世记在记载啊我们每天的生活啊 家里生了几个孩子 孩子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很容易体会 我不知道你们读创世记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我读创世记的时候有时候看 这不是我吗 你们有多少人觉得说你像亚波拉罕 没有人敢去说他信心太大 有没有人说你像以沙 没有啦哪那么顺服 十几岁的时候他爸爸说上山准备把你献祭 他就上去了 古代的人可能有啦现在的孩子找跑光啦 谁跟你走啊 有几个人觉得说像雅各 你们不必举手我第一个举手 因为你要各最像我们 最最最最难应付的人 他是一个十足的人 百分之一百的人 他有他的想法 为了达到他的想法不择手段 是不是这样 我们来美国干什么 四几年前我来美国干嘛 我要争取更好的生活 我要学到更高的学问 我要我的东西啊 很像雅各啊 我们等一下一谈就知道了 但是你比较啊 亚波拉罕 以沙 雅各啊 虽然三个人不同啊 因为神说我是亚波拉罕的神 以沙的神 雅各的神 所以我们好好地要努力 把这三个人研究清楚 我们不谈亚波拉罕 以沙 我们不谈亚各 亚各活了一百四十七岁 一百三十岁才到埃及 他在埃及最后享福啊 只有十七年 一百多年啊 他很辛苦啊 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抓住 因为他爸爸他妈妈生下来 他跟他哥哥双生的时候 他哥哥先出来 他很不高兴啊 大概是很不高兴 那么小怎么知道 抓住他哥哥的腿啊 脚啊 不让他出来 小的时候就很厉害 刚才中午的时候 有几个小朋友在这边祷告 因为我们按手按久了 比较知道 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啦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所以你不要想你的孩子是哪一个 我觉得看他祷告 我就知道他大概什么样子 大概哪一种性格 有的啊 眼睛一直打开 然后有时候还斜眼看你 我都跟他讲 你不要看我 你眼睛闭着 你看我耶稣 你祷告不到啊 你看我我也不是耶稣 有的很专心哦 我刚才有的看到很专心 从头到尾很努力的祷告 小小的孩子 性格马上跑出来 创世纪就是这么好处啊 我们来看创世纪28章 第一 上世纪28章就是雅各啊 离开家乡嘛 他爸爸妈妈叫他到舅舅那边娶太太去了 他不是他想要去啊 他是没办法 他哥哥要杀他 他赶快跑 那个时候他大概 应该差不多六十岁左右 所以他活到一百四十七 就是三分之一啊 所以如果你能 如果我们现在人活得比较少 九十岁的话 三十岁左右啊 我们现在是三十岁 他的爸爸 他的妈妈 都很信神啊 他的祖父 亚伯拉罕还在啊 也很信神啊 到了三十岁 我们现在的三十岁 他什么都不知道神啊 我们有没有在教会长大到三十岁还不知道神啊 应该有啦 有的到了四五十岁神才把他找回来啊 那个时候他是过什么生活啊 他骗他大哥 红豆汤嘛 我们讲 不知道是红豆啦 不过是一个汤啦 他不但骗他大哥 还骗他他爸爸 哪里有儿子这么大胆啊 骗他爸爸 我们应该很尊敬爸爸 一个如果很尊敬神的人 应该会尊敬爸爸嘛 怎么骗他爸爸呢 他应该知道啊 神选他啦 因为他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神就告诉他妈妈说 小的大的要不是小的 你这个雅各应该是神选中的啦 你不必那么紧张嘛 他应该知道 所以他才要他爸爸给他祝福啊 但是他方法不对啊 他骗干什么 他用羊毛啊 因为他大哥毛比较多啊 就骗他爸爸 所以他三十岁前 不是信耶稣的人 他根本不是信耶稣 不是信神的人 他为了逃命啊 跑很远啊 礼拜四我们有看那个地图 你们有上课的话 那个礼拜四查经的时候 他跑到哈兰去了 哈兰很远啊 加兰地到哈兰到土耳其去了 以色列到土耳其很远啊 我看至少啊 我是那个那个 圣经后面那个有什么 这样子等于一千里啊什么东西 看一看一看 大概有应该至少有七五百五百以上的五百五百万以上 很远很远 所以第十节啊他一个人啊 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自己讲 他过约当河 我只拿一根拐杖 30岁的时候我只拿一张拐杖 为什么拿拐杖 当时拿拐杖 这拐杖不是说老人拿的 当武器用的 就是带一把枪啦 他带了一把枪走 行李都没带啊 然后晚上睡觉 然后神跟他显现 我们来读一下 28章 12节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头顶着天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 上去下来 13节 神站在梯子以上 说我是神 你主亚伯兰的神也是以沙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说堂的末世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14节 你的后裔必向地上的沉沙这么多 必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的湾属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15节 我也与你们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邻里归回这地 总不离去你 直到我成全了 向你所应许的 16节 雅各行 说神正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17节 这地方何等的可贵 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 天的门 神自我介绍 神说我是你爸爸的神 你祖父的神 神说我不是你的神 神都没讲 所以你不是说在正义书教会 家庭长大的神就自然是你的神 不一定 因为他根本没有神的观念 我行我述 但是神来找他 所以他后来他就吓一跳 神在这里 真的在这里 神在我旁边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活了三十岁 不知道有神在我旁边 他吓一跳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在你的一生当中 有一段时间 突然之间你明白 神在我旁边 雅各没有像他祖父那么有信心 雅各也没有像他爸爸那么顺服 那为什么神那么祝福雅各呢 你们有没有发觉到 我觉得很奇怪 神不是要选有信心的吗 神是不是要选择那个最听命化的吗 但是神却选择最不听话最没有信心的 而且更奇妙的一件事情 他的祖父 他的爸爸 神都没有选全家 没有选他们的全家 亚伯拉罕有很多儿子只选一个 以沙有两个儿子只选一个 到了雅各 神选几个 他的几个儿子啊 全选啊 这代表什么 亚伯拉罕跟以沙的时候 还不是全家族的神 到了雅各的时候 神选雅各说我选你全部 一个都不漏 连你家的仆人我都选 对不对 雅各最后下到迦南地的时候 130岁下迦南地的 连他家的仆人一起 70个人下迦南地 经过400年 200多万人出来 全部出来 没有少掉一个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我觉得很惊讶 神不但选我 把我下面的子子书人全选了 但是他在选择所有的子书人 我就想到我真祖父 这就像我大父母 台湾啊 大概黄亦依沙长老 从大陆带张巴南巴传道 那时候传道还长老 不晓得 反正带两个工人 回到台湾 第一个步道的地方 就是在我家的后面 我住乡的后面 那个大厅 我听我长辈在讲 我们家有几百个人 大部分呢 还在真耶稣教会 当然不是每一个都很有信心啊 当然也有犯罪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他全选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雅各开始的 成为国家 神的国 一个人变成一个家 变成神的家 然后变成神的国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 我们如果能够像雅各那样 一直更新 到最后 神助我全家 神给他三个应许 如果我们看亚伯拉罕 以撒一模一样 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也是一模一样 如果我们了解这三个应许 我们去追求 保罗说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三大应许要降到我身上 要降到我的子子孙孙 这记载在哪里啊 13节到15节 第一个13节 你现在唐卧之地要赐给你 就是土地 神要赐土地给他 那那个时候 他一个人在逃命啊 这个土地 重要不重要啊 根本不重要 对不对 我刚来来美国读书的时候 那是赶快读完啊 哪里什么土地 买房子 随便租一租就好了 哪里有土地啊 14节 第2个应许 你的后裔 我想起我刚来美国 连结婚都没结婚 哪后裔 在哪里 根本不会去想这个 第3大应许 第15节 不要跟你同在 你到哪里 我跟你到哪里 如果你是雅各的话 神给你选三个 给你选一个 你要选第几个 雅各说 第三个就好了 所以你看28章最后 他就跟神回应啊 他在那里许愿啊 他许愿就是针对 神的第3个 他只要求神很简单 你带我到我舅舅家 又把我从我舅舅家 带我回家的话 我就称为你是我的神 有的人啊 我们看这个圣经就觉得 雅各很 很不像基督徒 怎么跟神在讨价还价 我们祷告有没有跟神讨价还价 有的人告诉我 有一个慕道者告诉我 你帮我祷告 如果我病好了 我给你们教会一百万 他不是讲一百万 不是给我很多钱啊 给教会很多钱 我说教会不需要你的钱 我们教会需要钱啊 神会给我 有的人祷告是这样啊 我病好了 我就好好做圣工 如果病不好 那算了 神对不起啊 你没有让我好啊 抓到 再见 雅各就是这样子 但是雅各啊 我觉得到后 从后面看来 他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了解 他那个时候 是刚刚认识神 如果我们是雅各 神给我讲三个愿望啊 三个不是 你选三个愿望啊 那是糊里糊涂的 不晓得要先选哪一个 雅各很清楚 头脑很清楚 他也跟神好像在约定 他记得哦 后来他到他舅舅家二十年 最后离开的时候 他知道神跟他同在 这二十年 雅各有一个常数啊 我们可以学习 这个人很很很会想 他会想说 这几年来发生什么事情啊 到底对我有什么影响 然后他把这几年来发生的事情啊 当做一个结论 我现在要怎么做 这个人如果在今天就是CEO了 公司的大老板 公司的大老板不做什么事情 大公司的 他只是要跟董事会讲说 下五年下十年公司要往哪里走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要做什么 美国总统做什么 也是一样啊 教会的带领的人应该也是一样 你是你家的头的话 你应该一样 你要做决定啊 那你怎么做决定啊 我根据过去几年来发生的 然后我做一个结论 我现在往哪里走 所以 罗马书12章说我们要常常 查验神的旨意 我们常常说 啊我们要照神的旨意走 那问你一下 神的旨意是什么 很多人就愣住了 神旨意是什么 搞不懂 神是逻辑的神 是很逻辑的神 你可以从任何的事情 看出神的逻辑 然后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走 绝对没有错 你可以相信神 很简单 太阳早上从东边起来西边下去 你不会怀疑的 但是有一天太阳从西边起来 东边下去 你一定会很紧张 宇宙快晚了 因为违反神的旨意 是啊 很简单 我们如果知道神的旨意 你就很平安了 活下去没事 什么事情跟神的旨意不同啊 我们不会混下去了 知道马上会发生事 主耶稣要快来 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 那就要看 比如讲一个理由 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快来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每次神要审判的时候 要毁灭人类的时候 什么现象啊 挪亚的时候是什么现象 犯罪太大了 所以神就用水把他 宣布的人都淹死了 只剩下一丝方钩 对吧 所多魔尔河里怎么被毁灭掉了 犯罪太大了 同性恋 只留了罗德 所以你知道如果社会里面的罪太大 你不要高兴 因为好好准备 不远 我没有听人家讲的 大概美国五十州里面 同性恋的很多州都通过了 包括加州 纽约州这两大州都通过 中西部那个保守的地方比较少 如果有一天中西部也通过 我们就知道可能很近 这只是要让我们去了解神的旨意很重要 神的旨意在哪里 在这本圣经 那你读的时候 不是要按照我的意思去了解 我们查经的时候 大家分享 一个人就随便讲 我们应该怎么讲 我们要看看神怎么讲 神怎么讲我怎么信 这个叫做学查经 不是我怎么讲 我怎么讲给人家听 叫人家来信 那没有用的 跟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 神怎么讲 很重要 所以雅各有一个特性 他对人 很诡诈 没有错 但是对神 他很认真 所以神为什么会选他 有他的成数 我们要对神的话 很认真 你如果有在跟人家谈道的话 传福音的话 你就知道 圣经的节 重要的经节 连一个斗点都不能改 那个地方没有斗点 没有问号 你加一个问号进去 意思完全不一样 我遇到这种人 还是白人的传教士 圣经说 圣经是一个问号 他说这个是一个据点 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 主徒行传十九章 保罗问到以物所在以物所 遇到一些信徒说 你们信的时候 受圣灵没有吗 我们中文还加一个妈字 所以知道是问号 他现在念的英文这样子 你听不出来是问句 因为他没有 对不对 没有瑞莎 他就跟我讲 保罗讲的 信的时候就有圣灵 对 他们就这样相信 他到处传福音 他很努力传福音 但是他把问句把它拿掉了 那问号拿掉了 我说你这个不是的意思 我就简单讲 他最后才知道 奇怪了 那么多年 我怎么到这里 这是问句呢 神的旨意很重要 这个雅各有这个特色 你看那个有的圣经 那个耶稣讲的都用红笔 红笔写 对不对 很简单 你把那个红笔的 全部把它记在脑子里面 或是写下来 常常讲 你就对主耶稣的旨意 知道 亚各有这个特性 好我们讲这个 这三个 简单讲一下 这个时间不够 以后有机会 再来分享 因为我很喜欢亚各 亚各的故事 因为亚各的故事 我就看到我自己 他怎么样对付人 我没有那么诡诈 但是我是很小心的人 三大允许 第一个就是土地 我简单讲一下好了 他本来啊 到了五六十岁 都住在他家 他爸爸家 你住在你爸爸家 一定很安全的 因为你爸爸 不会欺负你的 对不对 而且等到 等到他老了 他会搬到 去房子给你住 当然有一天你老了 你也是这样子做了 我的意思是说 爸爸父母都是 爱着孩子的 没有错的 这是天性 现在他要逃亡 跑到舅舅家去 从来没有看过的舅舅 结果那个舅舅 比他还诡诈 所以他在那边 最后逃走的时候 那个舅舅追他 他就跟他追舅舅讲 我为你的两个 两个女儿 花十四年 一个七年 一个七年 我们哪一个结婚 需要十四年 哪有七年 给你岳父 准岳父 做了十七年工 十七年工 没钱了 然后还有六年 你还为了你的羊 不是六年 如果不是神 保护我的话 我今天回家 是空着手走 雅各这个人 真的是有这个优点 他没有忘记 神跟他同在 你要知道 他太太也不是 不信神的人 你要知道吗 他们舅舅 没有人信神 只有他一个 我们可以知道 他这个人虽然是 很厉害 但是他对神 很清楚 他赚的钱 他知道 是神给他的 如果不是神 跟我同在 我舅舅早就 把我扒光了 我不可能的了 我一个人到他那里去 我怎么能够 打赢过他呢 所以那二十年 他很凶 神让他经历 比他更坏的 对我来讲 对我的了解 因为神要磨练他 要改掉他的一个性格 诡诈的性格 神怎么改我们诡诈的性格呢 他就安排一个 比我更诡诈的 来对付我 所以你今天 你的老板很坏 你想想看 你过去是不是那样坏 真的 要想一想 我们年纪大了 看了很多了 看到那个小孩子 又想到他的爸爸 那个小孩子做什么动作 就是他爸爸做的动作 那时候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 他有一个孩子 一两三岁 我们有一天到他家里去 他的儿子啊 就坐在那个沙发 就睡觉 就我们大家都笑了 所有的学生都笑了 因为他儿子在沙发 睡觉那个头 偏哪一边 跟他爸爸一模一样 因为他爸爸在办公室 睡觉的时候 就是那样 你看到孩子 就看到自己 所以你不要怪 你的孩子是那样子 是你有问题 雅各知道 后来他更惨啊 他不是回来了吗 他被谁骗啊 他被他儿子骗啊 他两个儿子 这个是什么 西面跟利未 把人家一个村庄的人全杀光了 这两个儿子 为什么要把全村的人杀光呢 因为他村庄里面 那个村长的儿子 就侮辱了他的妹妹 这两个哥哥很生气啊 好好好 我们跟你一起 通婚好了 但是你们要隔离啊 隔离在痛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过去 全家人 全村的人全都把他杀光 如果你是雅各 你是不是看到你自己 看到他年轻的时候 雅各 他这就很痛心啊 后来他十个儿子 把他自己的 他最喜爱的那个约瑟 第十一个儿子 说给他杀死 其实是把他卖到埃及去 亚各受了很大的 后来他见到约瑟的时候 是130岁 埃及一个王 法老王很钦佩他 你生了一个这么 约瑟这么好的一个儿子 又是公义又圣洁 还会解梦 然后问他老人家说 哎呀你日子过得怎么样 他意思说你一定过得很好 他说啊 我日子很短又少啊 比不上我祖父亚伯拉恩 比不上我爸爸以沙 很可怜啊 因为那时候他刚被 他的十个儿子 骗了22年 22年前啊 他十个儿子说 你的最好的 最喜欢的那个儿子 约瑟被动物杀死 圣经说 他的心冷了 我们中国人讲说 死掉了 心死了 你有没有看过 新死的人啊 他什么都没有兴趣 活着像死的一样 我们这里没有一个 新死的了 你看到新死的 你会知道 雅各 新死的 22年 后来他儿子 十个儿子跟他讲 约瑟活着在埃及做宰相 如果我是雅各 你开什么玩笑 22年前你跟爸爸讲说 约瑟死了 22年以后你说约瑟在埃及做宰相 你把我这个爸爸当什么东西啊 如果他那时候已经很老了 大概打不动他们的孩子了 很难受 所以当雅各碰到约瑟的时候 他抱着哭啊 然后说 我看到你 我死也甘心啊 他明白一件事情啊 神在我旁边啊 我竟然不知道 这过去的22年 他以为没有神啊 因为我的儿子死了 现在又活了 他才了解 原来神 就是在28章这里讲的 静在我旁边 我竟然不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各 因为神已经选了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跟雅各一样 神在我们旁边啊 但是我竟不知道 神如果祝福我赚大钱啊 身体健康啊 神在我旁边没有错 我在生病的时候 我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破产的时候 你还觉得神在你旁边吗 当然不可能啊 你跟雅各 跟我们跟雅各一样 心都冷了 那时候教会的人叫你说 来聚会祷告啊 你说我为什么聚会祷告 不可能的嘛 所以我们去 访问人的时候 不要说 他怎么没有信心 你换你 你会有信心吗 不可能的 你没有经历过 我们不要讲那句话 那个 有一个 那个是在圣灵报里面写的 有一个传道去看病人 都说你们要有信心 祷告 信心祷告 你这样子就是因为 你没有信心 有一天啊 他自己被入院了 有一个老信徒去看他 那是圣灵报写的 感谢神传道你生病了 传道说我生病 你在干什么信心的祸 因为你从此你去看病人 你会有同情心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人的益处 这保罗讲的嘛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对不对 万事是包括好的 我们认为好的事 还有我们认为坏的事 尤其是坏的事 你明白以后你会感到这个神好伟大 什么那么伟大 那时候你的信心就上来了 你会聚会比人家掌握到 每一次祷告你会觉得怎么搞案你那么快 真的 没有人叫你读经你也会读经 所以我们要常常思考 雅各有这个常数 应认识的地方 第一个神给他的应许 那块地 结果他死的时候是在哪里啊 在埃及呢 那块地不是他的 你有没有想到 那块地要给他 创世纪二十八章说要给他 但是不是他的啦 是三节嘛 你躺的地方要给你和你的后裔啊 不是给你的后裔而已 你也有约佛啊 他记得哦 147岁的时候 他快死了 他叫约瑟发誓 你不可以把我尸体葬在埃及 把我搬到 搬回到迦南地 很远啊 两三百米 当时没有车子 他说我一定要回去 为什么他一定要回去 因为神告诉我那块地是我的 他本来是完全没有信心的人 后来他就像亚伯兰的一样 他叫约瑟发誓 你绝对不能把我葬在埃及啊 你不要把我做一个金字塔 我不要金字塔 我要回去 那个亚伯兰买的那块坟墓地 小小的 放在那里 这是需要经历啊 147年 你有没有感觉到到教会 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第一啊 我看我自己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1972年 1972 那时候我不觉得 我真的 我说神到处都有 为什么要到教会去啊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像雅各 神谋念我八年 你问我太太就想 八年到了 时候到 我自己跑 自己说我要回去 我那时候要回去的时候 我一个工作都没有 我刚刚转到电脑 computer science 我儿子生下来一个月 我太太问我说 那你搬到New Jersey 我也不能工作 我们吃什么 我没有办法回答她 但是我心里想 我年轻嘛 打工了 餐馆打工 很奇妙 我回到New Jersey 跟弟兄姊妹在 我被打工了 神没有叫我打工 然后一个礼拜 给我三个工作 我才读computer science 读一个学习 还没有什么 degree 后来啊 最后一学习 白天上课 白天上班 晚上上课 白天上班 晚上上课 因为我觉得 神要我 叫我回到神的地方 那时候神的感动很大 教会有什么工作 不必讲 自己跑去做 是神感的感动 神的祝福就来 我竟然就 竟然在New Jersey 做工作了 做到我退休 我还提早十年退休 我有时候在想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我已经退休十年了 神都安排得好好 很感谢神 要想做什么 帮忙教会工作 什么工作都可以 不会不利到金钱的事情 神的应许地 所以我跟年轻人讲 你要搬家 要搬到有教会的地方 这是福气 但是要去聚会 你不能说在教会旁边都不来聚会 没意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后裔 海边的沙 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他七十个人进去 雅各带着七十个人进去 进去埃及 四百年以后 摩西带领他们 去埃及 经过了四十年旷野 摩西一百二十岁的时候 摩西这样讲 生命记 生命记那里 第几章 我忘记了 本来七十个进去 摩西说本来七十个进去 现在我们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神跟雅各讲的那时候 他只有一个人 神的话一定成就的 但是是五百年以后 是五百年以后 我们现在都 现在对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圣经是讲 子女是 神所示的产业 对不对 我们现在人都会节育 照正经这条教训来讲 不应该节育 但是我也没信心 我也是节育 我们现在只有两个孩子 但是那个那句话 子女是我 神所示的产业 不是数量 应该是质量 我们孩子有几个 几个都留在神这里 神允许给我们有 敬虔的后代 那小朋友 很宝贵的 你不要看他现在祷告 都会张眼睛 他有一天神感动 他可能做传道 你不要看他现在那样子 动来动去 都是被罚战 像雅各一样 那么诡诈 神就要改变 为什么 因为要省出神的大能 如果神的选民 可以用人教的 那就不需要神 那个就不是神的功劳 神的功劳就是 那个不可教的 人不可教的 神把他教会 就是这样 你们当宗教教员的老师 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或是 护士人 有什么这样想法 那个最会捣蛋 你把他教会了 我记得一个青年 你们不要问我那是谁 因为他刚来教会的时候 是人家带他 他很不守规矩 他就叫那一种叫RE class 坐在那里 当着老师的面把圣经就丢到地上 老师把它捡起来 两分钟又丢下去 他就叫你老师不能讲话 不能教 他就叫你老师不能讲话 感谢神啊 那些老师很有耐心 然后带领他 得圣灵了 完全改变一个青年 他还跑到非洲去 上事工 现在在一个教会 安息日 我看他的 还有在 被安排讲道 二十年前 他哪里有这个样子啊 谁看得出来 他是讲道的人才 神会帮助我们 把我们的孩子 养成敬虔的后代 但是做父母的 要做榜样 你不能叫孩子说 你不能看电视 自己在看电视 那你没辙了 那孩子都知道 小的时候 尤其是小的时候 第三个应许 就是神的同在 我刚才讲了很多 有关于神的同在 雅各神的同在 他130岁之前 很诚心 为什么他那么辛苦呢 因为他用 自己的想法 抓住 自己的力量 想要造成 他的人生 虽然他明明知道 有神 神保护他 但是他那个性格 还是在那里 是不是 我们一面去拜神 一面自己 性格很强 对不对 我过去常常 参加开会 我的性格也不太好 有碰到我的 大概知道 如果我认为对的 那就要跟我讲很久 神会改变我们 慢慢慢慢 我们就知道了 现在回去看 哎呀 我干嘛 那么生气 干嘛 130岁前 他就是这样 32章的时候 他跟神摔跤 跟天使 神摔跤 他都在变瘸腿了 为什么神 叫他变成瘸腿 腿是我们 身体最有力气的地方 腿干什么 用跑 没有瘸腿了 他就不能跑 以前敌人来的时候 打不过 怎么办 我就跑 哥哥那么大的 力气那么大 我就跑到舅舅那里 舅舅太坏了 我就丢了 就跑回来 我们不是这样子吗 力气很大 很有意思 很有自己的意思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后来神 灵敏 你不能再跑 瘸腿 那怎么办 敌人来了 要怎么办 你只能面对他 一个瘸腿的人 怎么能够面对敌人呢 我有一个方法 靠神 债人不能的 债神 凡事都难 任何人想要进天国 要明白这件事 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教导 就是这样 你依靠钱财的人 进不了天 大家都依靠钱财 怎么样能够脱离 脱离钱财的 控制呢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 那要靠神 神就可以帮助我们 神把雅各拿掉 一百三十岁 他是宰相的爸爸 国王请他上座 他最后十七年 是在埃及过的 如果我们是 如果我们是雅各的话 那是不是很好吗 住最好的地方 吃最好的东西 他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想什么 我要回家了 当他有地上 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他说这个不要了 我要回到天国去 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活啊 平老命赚了很多的钱啊 有一天 神叫你回家了 你很高兴 我不要地上的东西 我走了 我没有遗憾 走 神要叫我走 这是怎么磨练出来的 就是像雅各一样 所以我常常想 你如果好好想 这些圣经的故事 你有看到自己了 然后你就会调整今天的脚步 圣经 神对雅各讲的 三个愿望 不是对别人讲的 是对我们讲的 那个应许的地 就是天国 后裔就是我们进行的子孙 当然特别是指着主耶稣救主 神的同在就是我们自常的生活 他会帮助我们 凡在神 凡事都能 我们来唱诗 58首 我们唱第一节就好 那我们就来祷告 Let us just sing the first verse and we will pray 我们就来祷告